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我们我是Hidy 今天这影片就由大家一直在要求 然后我一直在逃避的化妆系列 我就想由眼影開始 為什麼我一直逃避呢? 就是我不想只說眼影好用還是不好用 我有什麼眼影 所以這次我就想試試一個新的方法 跟大家聊天 介紹一下我有什麼眼影 然後什麼時候買 那時候是怎樣 因為有很多都可能是絕了板 我是一個很喜歡儲物的人 我家是好像一個黑洞 所以他們都有一些故事和歷史 我就不想浪費他們 而且我個人就不喜歡丟東西 我會捨不得他們 但是我覺得最近真的太多東西了 所以應該都會忍痛 要丟掉一些 我們現在開始吧 相信有一點年紀的話 這盒眼影一定不會陌生 這就是風魔一時的Urban Decay Liqueur系列 那時候在香港沒有Urban Decay的時候 我是托人在歐洲買回來的 裡面我還保存得非常非常好 真的連掃也在裡面 這個我完全不捨不得 我想這一盒都有八年歷史以上 但是那時候我真的不是很厲害化妝 不知道為什麼覺得這個適合我 它是超灰通的 但上了眼睛是極度骯髒的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現在還是超新正 我最用得多應該都是這顏色 是有一點點黏下去的 但是毫無疑問 那時候它是一個風魔了全球的眼影盤 出到那麼多顏色 然後用這樣的配搭 所以這一盒 我真的到現在都不捨不得丟 我再考慮一下 說起風魔化妝界 我想這兩盒Lunasol 如果你也是我的年代 一定會認識它們 那時候那些日本雜誌 是瘋狂推這個眼影的 我那時候也買了兩盒 最標準的01 我應該都沒有入手 因為買不到 我有一盒比較橙色 一盒比較金啡色的顏色 我想那時候的日系妝容 是將大地色推上了高峰 什麼眼妝都好 都一定要用大地色 那這個牌子的眼影 現在還有沒有得賣呢? 香港我真的沒有再買過 那他們都是有十年八年的歷史 那我其實沒有再用過 今天也會扔掉它 但是毫無疑問 它的粉質是非常細緻 然後那些顏色配色也是很完美的 下一盒也是日系眼影 它是Coveredore 那時候跟Lunasol也是非常有名的眼影牌子 化妝品牌子 嘩 這一盒很漂亮 我都不記得它裡面是怎樣的 因為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眼影 大家看到這些歷史的眼影 就知道我是一個售賣不用的 完全都好像沒有用過的痕跡 但這個綠色真的很漂亮 我猜我買這顏色是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有很多啡色眼影 想挑戰一下其他顏色 但是用了一兩次又覺得自己挑戰不了 我現在還是這個性格 對了 其實真的挺漂亮 唉 又要扔掉它了 然後日系化妝品之後 一些後氣之秀就有3這個牌子了 我買的時候是在台北買的 那時候香港也是沒有專櫃的 這一盒是比較多用過的痕跡 你看到日系的粉質是真的很細緻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它的閃粉和珠光都還是很漂亮 不會覺得它很潮濕 或者放了很久的感覺 其實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今天說的這些歷史眼影 會不會現在還可以賣 但全部都不斷了 唉 我真的覺得很想留為這個博物館的感覺 那說到日系的眼影盤 就不如說這一盒 它是我第一盒 也是唯一一盒的Clay Deport眼影 嘩 這一盒我真的很印象深刻 我覺得自己是被那些BA姐姐欺騙的 上當年我買的時候 應該都是22、23歲左右 這個顏色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會推銷我 我真的太有印象了 所以未打開我也知道它是什麼顏色 究竟當時心裡是想什麼才會買到這個顏色的眼影盤呢 雖然我買這盤眼影的時候 Clay Deport的價格是沒有到現在這麼巔峰的 我當時還是學生是買得起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一次都沒有用過 我真的純粹買回來儲存 為什麼我不買一些容易拿起來的顏色呢 那為什麼呢 然後就是這兩盒日系開架的眼影 這個牌子應該撤出了香港還是沒有了呢 就是MJ 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他們是瘋魔了全香港的學生妹 我想OL那時候應該都很喜歡用 因為它又便宜又實用 顏色又漂亮 那我就買了兩盤 是很白搭的 上面這一盤真的好用到 你看到我差不多用得了 但是都還沒有Hit Pan 下面這一盤就是顏色比較特別 但是呢 我記得是聖誕限定版之類的東西 那時候如果你是化妝的人 無論是眼影眼線或者是睫毛液 你一定會試過買過 因為真的又便宜又好用 但是 好吧 拜拜 然後時代慢慢改變 日系的開架化妝品 都算是Can Make的天下 我也有兩盤的 有一盒是完全沒有印象我擁有過 但是呢 我是Hit Pan 快用完 另一盒應該是這一兩年新買的 我真的對這盒完全沒有任何印象 但是用得非常多 特別是這顏色 為什麼我會不知道有它的存在呢 然後這一盒的楓葉色就是這幾年 我記得拍片是有拍過它的 所以這一盒我會先留下 然後到一些日系的單色眼影 這兩盒是RMK的 為什麼跟現在的包裝不同呢 沒錯它們是舊包裝來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Sogo減價 因為它們要轉包裝要清舊貨 是超便宜的 好像一百元有兩盒 所以我買了超多回來 然後有些是用完 有些是丟掉了 所以就剩下兩盒給自己收藏 在那時候的年代 RMK的一些閃粉眼影是很出名的 對啦 我有一個金色是用完的 然後這個銀色因為不太配我膚色 所以很新正 我可以試給大家看 它的銀色是很貼服 經過了這麼多年 它也是超貼服的 然後就到Ibsa了 這個品牌對我來說是影響深遠的 對啦 我是因為這個品牌 推向了化妝護膚之路 是不是想不到呢 有一段故事 當年我終於謝絲宴 我跟媽媽說 我要化妝啊媽媽 我要去謝絲宴 媽媽就帶我去連卡佛 Sogo去看看有什麼化妝品 適合我用 或者有什麼想買 對啦 那當年呢 一個不化妝不打扮的 師奶 帶著一個不化妝不打扮的 嬉妹 我們進去的卡佛是沒有人理會我們的 直至到我們去到Ibsa 是有個BA 是很恩勤地對我們 然後介紹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我們對這個品牌印象很好呢 那就經常性幫她去買東西 之後就慢慢沉溺了化妝這件事 就是因為這個品牌 所以這個呢 我就一直都沒有扔的原因 但其實 顏色也是買得很奇怪的 不過離身翻線這兩盒 就不是中午那時候買的 那時候那些都扔掉了 這個是之後買的 我就是買了一個深紫色的單色眼影 還有一個非常之淡粉紅色的 他們現在摸上去的粉質還是非常之幼滑 但是就乾了一點點了 原來MJ還有他們的單色眼影 那時候他們的開關是這樣 有個圓形的東西 然後拔出來 我覺得很好玩的 對 那就買了一個現在都用得著的灰啡色 但是當然我就很久沒用過了 為什麼大家對這些歷史眼影 有沒有一些回憶在這裏呢 我剛才說眼影盤的時候 說漏了這一盒 這個品牌也是消失了在這個世界上 那時候也是很流行的一些鑽石開架眼影 那我不多說了 剛才我們提及過3D這個品牌 如果在同一個時期跟它叮噹碼頭的話 一定是addiction 那這個品牌我是在它過來香港的時候才買的 那我就買了它的單色眼影 是非常非常之好用的 有一種顏色基本上到現在都是我的推薦顏色 那我就有一個比較暗紅色 一個很漂亮的閃片色 和一個很實用的啡色 這個092號的閃片色 是我當時用過最漂亮最閃 最貼服效果最好的 所以我用了很久了 整天都用都用不完 但是現在它的粉質已經有點變了 所以要把它扔掉了 然後就到這個071號色 是不是呢? 對啦 後面很萌 這個啡色到現在都是我用過最適合我 和我最喜歡的啡色單色眼影 雖然都用了好幾年 但是你看到它全燃光 我都是慢慢的 因為是用在眼尾那裡 所以是用的都用不完 就算我有一天覺得 它真的長久了 我不想再用這一顆的話 我一定會去專櫃買同一顆回來 它是必回購的 給大家看一下試色 它是這一種正啡色 它是可以混合得很漂亮 旁邊完全沒有界線感 然後就到Kaze這個牌子 我手上有三顆單色眼影 都是上年的時候買的 所以一定會保持著 這個牌子真的很厲害 由我讀書年代開始到現在 它還可以保持在線上買得到的開架牌子 而且它的眼影盤 真的這麼多年來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我也不多說了 循例給大家看一下 我買了一些打底色 還有這個可以做到鼻影和陰影的顏色 然後就到Excel的單色眼影 我都不記得我在香港還是日本買了 但我覺得它的眼影粉質很一般 比較粗 總之沒有其他品牌 那麼漂亮 所以我買回來真的非常少用 可能用過一次半次 那還是不要了 然後就到Rimo 這個是我前年去沖繩的時候買的 我買了一個紫紫紅紅的顏色 其實也是經常用的那一陣子 你們看到我已經用到凹了 眼影來說 用到這個程度 已經代表我很喜歡它了 好 我決定嘗試加快一點進度 之後就是NARS這個牌子 它曾經是我一個非常喜歡用的牌子 眼影我擁有過超過20盒 但是因為NARS這個牌子 它的盒子 舊版的那些 全部都是很黏黏黏的 因為時間久了就會黏黏黏 很嚇人真 所以它們就是我那些 督眼督鼻要扔掉的一堆眼影 其實真的很心痛 因為全部都很貴 這一類型的多色眼影盤 一直以來都是限量版 無論以前的綠色 或者現在的十多色 都是限量版 而且以前是很瘋的 它們的BA 你要做VIP 然後打給你 然後就可以立刻衝進去買的 才可以搶到 是這麼瘋狂的 這一盒真的一定要扔掉 雖然我真的很懷念那個年代 我每次看到它都會覺得 為什麼以前自己可以這麼瘋狂 接著就到這一盒 就叫做Cordula Cordula這一盒就是我自己很喜歡 很喜歡NARS的眼影 這一盒是我用到第三盒 是不是很厲害 然後就是一盒Dior的眼影 這一盒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在開倉的時候買的 自從擁有了這一盒之後 我就覺得Dior的眼影 一點都不好用 我就從此沒有再買過 也沒有再想買過Dior的眼影 我不知道現在的質素是怎樣 總之十年前的Dior眼影 又賢色 又貴 再見 然後到這一盒圓形 然後閃亮亮很漂亮的眼影 它是Tarte的 就是我這個頻道拍片之後 第一盒收到的試用品 所以對我來說是有一個紀念價值 它的顏色都很漂亮 雖然我現在沒有再用它 但是呢 我也覺得我會一直保持它 因為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之後就有一盒自己組的眼影盒 應該圓形的那些 全部都是Colourpop的單色眼影 然後方形的那些就是Innerspree 然後中間這個呢 是Colourpop的一個胭脂 我以前都經常用到它 因為我組到全部的顏色都是自己很喜歡的那些 但是呢 後來越來越多眼影我就沒有再用它了 好啦 那我這裏就是上集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個位置切下去 那不要緊的 明天就會有下集的 總之今個星期一連兩集 都是看完我所有的眼影collection 和不小心做到這個斷捨離的 Anyway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星期三更星期日更星期十二點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amigos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